不過了解什麼是不等式 這個新東西來的 不等式 之前呢 我們 慣例了 都是先了解一下 究竟平時講開的等式 等號 有什麼 特性 那呢 例如我寫一條式 的話 最簡單啦 好像幼稚園那樣 一 加 1 等於2 又或者 剛剛學過代數了 那我們可以說 x 等於3 那說著等於的這一塊東西呢 就是告訴你 當然左手邊和右手邊的東西一樣啦 對不對 那等於 這個符號 符合以下的這些規律的 那首先說 反射率呢 即是說 3 自己 就等於自己3 對不對 就是那個一點 又或者是代數的 對不對 A等於A 這個就是反射 自己 自己呢 就等於自己的 那自己就是自己的嘛 等於自己 那是 很正常的事情 等於有這個特性啦 對不對 也都說著一些element 或者一些 unknown 自己是等於自己的 對稱率呢 當我們發現 例如 A 等於3 又或者 A等於B 那我們可以在上面這條 conclude到些什麼呢 那說明對稱 就是左右對稱啦 對不對 A等於3 就empire 3 都是等於A的 而A等於B 同樣道理啦 又empire B 等於A 那之後這個transitive property呢 它在說的東西就是 當然如果 A等於B 而且 我們有B等於C的話 這兩個條件 這一個條件 兩個條件 這兩個條件 合在一起 就可以幫我們conclude到以下這件事 這兩個條件 合在一起呢 1加2 合在一起我們就會有 A等於C啦 說的就是這件事 那等好呢 就符合這 1 2 3 這三條規律的 那了解完等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了解 不等式是什麼 不等式首先是什麼呢 很簡單 Inequalty 這個是Equal嘛 即是等於這個意思 2就是不等於 那所有 最最後是一些不等於的符號 例如 在這裡舉個例子 x x 小過2 下一個 y 小過 等於 3 z 大過 等於 5 之後 隨便一個 例如 大約 7 這樣 那這一堆全部都是 Inequalty 來的 1 2 3 4 這裡有4個給大家 那呢 那這次是關於Inequalty的第一集呢 那先說一說Inequalty 又符合什麼特性先啦 那基本上跟等於一樣啦 那但是 我之前說的就是等於反射率 就是 我之前說的就是 x一定是等於x的 那所以呢 關於不等這些符號呢 那你說 x小過x這樣不合理 因為x它本身就是等於x的 對不對 那這些就全部都不合用的 那所以呢 就沒有了第一條 這條反射率沒有了 對不對 那第二條 如果對應等於 我之前說過 如果 A等於B的話 也就是 Implied B等於A 對 那我們之前就說 這條叫Symmetric 對稱的 那但是現在呢 它這條就是說 如果A大過B 那它在Implied這件事就是 B 小過A 你其實怎麼看的一樣呢 這個就是 由左手邊讀過來 A大過B 那右手邊讀過來 就B小過A 那就是這個 那就是 conversion 那樣由 左手邊讀 和右手邊讀的意思 那所以這個就 因為其實它又不是對稱 對不對 A等於B 就Implied B等於A 那這個就叫對稱 但是 由於這種讀法 不是這樣 我們就叫做 converse property 那然後 這個Transitivity 呢 都是一樣的 那我想大家都明白 將會說什麼 如果A大過B 而且 B大過C的話 那又是 我們條件1 加上條件2 1加2 我們呢 就可以conclude到 A大過C啦 那小過 或者小過等於 都是一樣的 那 今集 是 Intequality的第一集 那就 讓大家 初步了解一下 關於Intequality的一些特性先 那Intequality呢 就比較多在 Algebra上面用到的 因為 你 大部分 都是在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X是 是不是等於6 多數不會這樣說的 不是 這個是初步 可能是Algebra1 那 例如Algebra2 那 就會說 X 小過等於10 但是X又大過5 然後就會有一個範圍出來的 那 這個就是Intequality了 所以比較常用在Algebra上面會用到的 那 對了 Intequality暫時說到這裡 不過第一集不說太多了 那麼 留一些在 下面 的更多 Intequality的 Profit 的那一集再繼續說 吧 謝謝 謝謝 按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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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摩